這個時候我就需要你的開始了 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我要搞一個什麼的孫子比法 我要跟阿公阿嬤搶票 現在怎樣 現在到底是聽阿公阿嬤還是聽孫子的 結果你看他今天民調看起來就上揚 14.8變16.2了 1.5 1.6個百分點 所以他搞這個還是有用 有用啊 他這個KPTV搞聲量 然後罵人 他罵這個賴清德什麼台獨 歸孫子 就用這種很難聽的很 比較很粗魯的方式去對付你的這個競爭者 就有失君子之風 但是在網路上就會生得很多好感 有很多柯粉也每次在我的 在我的我們直播的時候跑來罵我 罵我也很難聽 我再幫你吹一下 已經到三萬了 你的直播已經到三萬了 對啊 所以可是我們在線 我們在線最高要三萬嘛 他們才幾千 根本沒得談 所以他那是業餘賽 你知道嗎 業餘賽 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專業跟業餘差的很多啦 所以我們都已經他們倍數了 好幾倍了 那問題是說 為什麼他這個有點意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三個候選人裡面 只有他一個人搞直播 你要瞭解吧 所以網路的事件裡面 總統候選人有專心個人在投入的 只有柯P一個人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家裡蹲嘛 每一地方去 因為家裡蹲就鍵盤後面就敲啊 但是家裡五個就打電動啊 對不對 他敲鍵盤 家裡蹲所以他是家裡 但家裡蹲會不會投票 所以我們算柯P 或者算了票七折八扣 包括很多柯P的二十對二十九歲的人 不會投票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算出來說 賴清德的票贏到贏後 贏的不是非常多 只贏大概是五十萬左右 因為很多人不投票的嘛 大家把這個算掉 你看那個數字很華麗 所以你們連投票意象都去調查了 當然 當然現在這個階段就是要 每天要做投票意象調查 然後你才能夠整個整合起來 知道最後你的預估投票是多少 好像我們現在講說柯P 第二個 柯P剛剛我認為喔 世聰那個真的是高見 副首 副首 副總統不在 副這 就吳欣營不在是個關鍵 這個老虎不在啦 貓都跑出來了 對吧 你看到沒有 黃珊珊出來講話了 對喔 黃國昌出來講話了 柯P現在開始發言了 對 小姐姐出來講話了 貓不在老鼠就做怪 我告訴你 貓一回來沒有人敢講話 就吳欣營一個人的新聞 還沒有人敢罵他 他罵大家 他罵全台灣的媒體 他罵管理哪個政黨 反正他會發威 老虎一發威 貓通通躲起來 到時候我告訴你 民調也跟著一起下話 會這樣嗎 當然嘛 因為只有一個 很簡單 第三個問題 他柯P講的 他那個召集力 有一句核心的話 你注意到沒有 他想說民眾黨價值 問你民眾黨價值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要問我 我跟你講你講得不錯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 叫做五里頭價值 還有什麼 叫做充滿了矛盾 跟詭異的價值 最大一個價值 全台灣人都反對了 我們仇富嘛 台灣是個仇富的社會嘛 你搞到副總統 財團代表 我搞什麼東西啊 你搞成效耶 我現在鍵盤裡面敲完了 我要去一個人生第二胎 你知道我要幹嘛嗎 我明天要去早餐店上班 我生第二胎 早餐店上班 然後7-11我要上班 我房租付不出來 這就是年輕人為什麼要 火大賭藍 藍綠兩黨 然後會支持柯P的主要理由 日子過不下去嘛 結果你搞一個 很無心營 我這個什麼價值 叫做錯亂的價值 叫做財團價值 真的在多日思考之下 被柯P找到一個大絕照嗎 他今天下了一個動員令 今天這個動員令呢 我跟他講的各位黨員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文臣 講了一堆 講了一堆以後 他就跟他的姿子漢話 我要拜託你們一件事情 從網路興起之後 台灣逐漸產生世代對立 你們的父母 祖父母 在他們成長過程裡面 沒有同溫層遇到不喜歡 遇到的人不論喜不喜歡 都要學著相處 跟現在不同 他想說 如果你們的政治立場 跟長輩不同 不妨聽聽他們的看法 如果言之有理 我們也可以要改進 但是反之 我也期待把民眾黨的價值 一點一滴的跟長輩分享 他說你就聽他講話 每天聽個五分鐘 然後就試著 遊說你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阿公阿嬤 真的有可能嗎 一個人拉六票 保安哥 現在離總統大選勝最後36天 所以大家看到所有民調 我跟大家說 九份民調都是第三的時候 對 大家都以為選舉已經結束了 沒有 對不對 理性科學務實 你民調就輸嘛 又卡在20到15之間 應該就輸啊 但是 只要阿伯不放棄 柯本都不會放棄 阿伯不放棄 只要柯本不放棄 阿伯說 我也不放棄 是阿伯搞了一個孫子兵法 所以天亮下雨出兵 現在柯文哲要做一個 別人都曾經沒有做過的事情 是 就叫做以小伯大 還要搞一個統俠間戰役 統俠間之戰致電進場之後 四千軍耶 保安哥 四千軍打金川議員 五萬軍 怎麼可能贏 但是我等 等天亮 等下雨 等他明明模模 而且金川軍還在那邊喝酒的時候 我就直擠他的手機 對不對 所以他有他的計畫 他有他的統俠間的以小伯大 保安哥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是一個縝密的計畫 你不要當成是玩笑 我覺得是玩笑 因為他沒有發聲 我也覺得很困難 可是他有想法 我先講一件事情 他現在目前民調是不是落後 他承認他落後 可是他不信美利島 他說美利島怎麼可能把我做到14% 他說這個是造假的 因為他說他自己都有24到25 今天黃先生講了 他的民調雖然目前落後 可是大概24到25 哪有被甩開 所以他還想贏 雖然是贏小 但沒有那麼小了 其一其二 那他最強的是什麼 年輕選票 年輕選票跟網路 我必須說了 柯文哲在網路上他的影片 他的觀看數跟留言數 他支持者 兩千多者留言 他的科粉很多 都在網路對不對 可是沒有你多啊 你是百萬點閱 我是很多現在都來罵我的 好啦你先不要講到我 我再跟你講柯文哲 柯文哲他現在目前 網路上面的點閱高 而且網軍很多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必須講 他跟國民黨跟民進黨很比 賴清德跟這個侯友宜 有造勢大會 他沒有對不對 他說我也沒有錢 所以他想了半天 把這個人家注意聽我講 就是昨天我跟他面對面 我跟他談的 他說如果我今天到了高三 要聯考了 發現高三這一課好像沒有考得到 可是我高一高二的成績很好 我怎麼辦 我把我高一高二的教科書 拿來再重新讀一次嘛 拿高一高二的比 高三的 對因為你考試你怎麼知道 我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強的 他至少網路強 年輕票強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從網路下手 瓜哥 他這個叫一驚起五驚 六驚四驚 他就問 現在年輕人跟爸爸媽媽 有沒有常在聯絡 很少 有時候LINE一下 可能沒有幾次飯 跟阿公阿嬤更不要講了 可是阿公阿嬤手上有沒有票 有票 那阿公阿嬤手上的票 是誰最缺的 柯文文哲最缺的 因為他根本五十歲以上 都兩%六%嘛 那沒關係 我無法說服阿公阿嬤 我不行 他的孫子可以 對不對 那他的孫子喜歡誰 所以他那個是一個 他是一個政治改造過程 因為他說 政治改造過程 你注意聽我講 因為他是有邏輯的 因為這些孫子跟阿公阿嬤 跟爸媽其實關係 沒有那麼好 那我現在叫他們打電話 每天打五分鐘電話 還要拉群組 每天打五分鐘 對 一個禮拜 每天打五分鐘 一個禮拜五次以後 阿公阿嬤想說 我乖孫怎麼卡到我 科皮叫他卡 等一下 先不要拉票 對 因為今天開始 一天卡五分鐘 一個禮拜把我卡五次 不要讓阿公阿嬤來接受 阿公阿嬤在中南部 孫子在台北 到已經上大學了 喂阿嬤 你有吃飽嗎 你自己很好嗎 我贏了 然後開始慢慢拉群組以後 再把柯文整個一些東西 放到群組了 賴群組拉群組 來 所以你就知道 當初的孫子 你看他去問了很多年輕人說 對 我們跟阿公阿嬤很久沒有見了 他還包含了一個孝道的精神 他說我還可以讓我的柯粉們 從此還能夠例行孝道 所以才講 改造社會 拜託各位孫子年輕人 六票就好 我只要一百萬的年輕人 幫我拉六票 我就當選了 我們看不懂他看得懂 叫別人看我帶瘋癲 我看超人笑不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看到每一個人在路上走 在他看起來 二十歲以上的叫六票 二十歲以下的叫五票 你們都沒有懂 二十歲以下也是票 那不是不能投嗎 所以你看我娘沒點 沒有我有點 我的點就是這些年輕人 只要柯文哲有國中生 高中生的粉 有他有很多 那他們也會留言對不對 所以網路上很多人講 阿伯我加油 阿伯我愛你對不對 可是他只有十六歲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只有十六歲 你沒有票 可是你有爸爸媽媽 你的爸爸媽媽 還有阿公阿嬤跟外公外婆 所以網上發展就是五票 但我很認真嗎 認真的 我現在講清楚 觀眾你要出去聽我講 你要了解柯文哲 他昨天就是很認真 因為他就是 他已經決定最後三十六天 就走這一招 所以如果有票的人 一個人拉六票幫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那就是六票 一百萬的支持 他有沒有一百萬年輕人 有喔 他現在的票大概算兩百多萬 兩百三 一百萬的年輕人幫他拉六票 幫他自己的話 一個人拉六票 他就有六百萬 來寶 現在目前 美金島電子報昨天 估票 賴清德現在領先對不對 他這樣開出來大概四三 又多少票 就是六百萬 所以這次誰能夠 衝上六百萬 誰就贏了嘛 你以為他還在那邊想老三 他說我現在是老三 我再講一次統俠間之戰 天亮下雨出兵 所以他說沒有錯 我的陸軍 我輸給藍綠 但我網路上面的支持者 一百多 所以我開電視 我每天都在網路 我每天都黏著在網路上面 所以你要知道 他講完話之後 事情發生啊 事情發生啊 網路上開始有人講 你以為孫子兵法是孫武錯 你以為孫子兵法是孫子 葬阿公阿嬤 對一半而已 因為還有另外一種第三個孫子 什麼第三個孫子 就是阿公阿嬤想抱孫子 阿公阿嬤想要抱孫子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出生率 不是全世界最低嗎 所以夫妻都不生對不對 沒關係 我二十幾歲的年輕夫妻 我不想生小孩 但是柯P現在叫我打電話 對不對 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跟我婆婆講 如果柯P當選的話 我就生老二 我現在只有生一個 他有這麼愛柯P 他為了柯P也多生一個 就是柯粉嘛 所以柯粉想要說 好 那我就用孫子來利誘他 所以孫子兵法的心結 在關鍵之後告訴你 他還可以讓那些想抱孫子阿公阿嬤 那我投給柯P 對吼 我來投給柯P的孫子 我還給兩個孫子 所以他要不要投給他 這就是輕易 生一個人變兩個 有沒有 我把他的個子隱藏起來 他真的在我臉書上留言 然後他還附圖給我看 你看這另外一個人 不是他喔 是他朋友 我的朋友跟爸媽說 柯P當選 他就生 原本是不生的 所以你要不要投給柯P 如果你要我生小孩的話 你就要投給柯P 我生了以後我就有孫子了 所以保健哥你要知道 他現在目前 昨天是14% 今天到了16% 他有人上來波動 可是他20%以下是美麗島 那你要知道賴清德現在40.5% 可是他已經很清楚了 我剛剛講了 再講一次 因為他知道他在陸戰跟系統 已經贏不了這個侯友宜跟賴清德 可是他很清楚他的網路 所以你看他昨天開柯PTV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每天開直播 他是穩住同溫層 那我們想最壞的狀況 如果這個效果沒有拉到600萬票 可是如果讓他沖上300萬呢 他的不分區巴西就鐵定達標 所以這個就是固本專案 我至少我的網路牆 我就不要放掉網路 可是他的缺點就在於 他鎖住同溫層的話 他就很難能夠當選 除非只能拉到6票 但如果沒有拉到6票的話 至少他可以穩住300 可是他現在有個非常大的危機 你看到這個非常大的危機 就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美麗島的交叉分析的民調裡面 他的年薪選票是一直在滑落 他本來是第一名 現在變第二名 現在第二名他本來 他是遙遙領先了 這個所謂的侯友宜跟趙康 現在這個差距都慢慢接近了 他的年薪選票一直減少 沒有錯 他的年薪選票在10月24號 也有減少 但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 不是他減少 是柯銀配減少 所以包含他的副手 可能沒有幫他加年薪選票 因為叢分析現在看起來是最高的 對不對 那你要看寶杰克 他現在為什麼孫子兵法 你看50歲以上在這裡 50歲以上 多少 個位數 5.3 0.8 長輩沒有人要投給他 0.8了 0.8是什麼 連一趴都不到 所以他無法說服長輩 所以要孫子去說服 因為孫子是他的粉 第二個 他年薪選票現在目前 是不是比較低有沒有 以前都第一名 現在已經輸給賴清德 他已經四成 以前還有到 我還看過一個民調 他一個人獨守就五成以上 所以他現在開回 那個KPTV的網路節目 就是要讓林淺也再拉回來 因為前面的那個震盪期 所以很簡單講 天亮 下雨 出兵 他現在用他的網路的義勇軍 孫子兵法 要孫子投科P 一人拉六票 六百萬票 他就當選